其實它本身的法源 就在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的第37條 就有明文規定就是說 大陸進入台灣的出版品以及相關的 都要經過許可 許可當然的方式可以解釋很多 所以換句話說他必須要跟政府先有一種申請的動作 那麼之後才可以許可 那這條法律呢 坦白講執行上 當時我認為他們在立這個法的時候 也沒有考慮到執行如何執行 因為如果你全部都要申請許可 然後要審法 那當然就是一個很大的工程 那有很多很多的人力 那事實上是可能做不到的事情 所以一直都沒有執行法 過去三四年 那麼過去的方式就是說有被檢舉 才來這個去瞭解審查 然後透過程序的方式呢 要求下架 那麼那事呢我想這個其實也不是永久的辦法 所以會朝這個我們重新再修訂 這樣一個規範 那麼來做一個這個比較合理的一個規範 這個叫做火黑嘛 我其實鼓勵台灣成為世界華文出版的中心 因為台灣是全世界最自由的出版 所以任何台灣人要出版書 其實根本不需要經過申請 也沒有任何的審查 都可以出的都沒有問題 那麼我鼓勵我們台灣的出版社呢 能夠呼籲中國那麼很多的民間的個人 或者在大陸不能出書的這些人呢 勇敢的到台灣來出書 成為讓台灣成為一個全世界出版最自由的所在 簡單講說如果你在中國被審查被退回 或者說被修正到你這個 這個就不符合你的原意的 那麼歡迎你直接到台灣來出書